非常辛苦的 前天一场比赛打了120分钟 两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 昨天一场比赛打了三个小时 创造了羽毛球历史上面的一个记录 而且最长的一拍 180个回合 180个回合 对 就很难想象一场羽毛球比赛 如何打到三个小时 昨天他们是打马赫斯瓦里和波利 那场球确实是 因为是在二号场地上打的 没有电视直播 但是现场的观众都应该看到了 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激烈 最终是打满了三局 然后这个浩石 包括中间的一个多拍 都已经创造了 记录 对 创造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然后自从他们打了三个小时之后 接下来很多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 特别是运动员 已经不知道如何在练习这个铝酸了 这个三个是不是要 每个礼拜跑一次马拉松 然后才能打铝酸 不然伤害性实在太大了 说话之间第一局的比赛是结束了 我们看到松友梅佐记和高桥丽华 他们更胜一筹 21比13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的交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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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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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 这个球应该是宇游胡桃来提出挑战 四线是给了一个界外的手势 好像压到了一点 有可能 这场球对于这队组合 福万上子和宇游胡桃来讲 体能上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因为之前的两场比赛实在是太辛苦 压到一点 因为体能下降以后 人的注意力就会随之而下降 分队角 分队角 打了一个结合步 两个队员呢 抢在了一起刚才 傅万上子和羽油胡桃 这一排 打了一个结合步 继续保持下压的一个进攻态势 转入防守 彼此呢 非常的熟悉 这两队组合呢在赛场上有过五次的碰面 在屏幕下方呢 现在的高桥李华和松友梅佐记 他们呢现在是四胜一负 占据上风 今年两队组合呢是打过一场 在这个今年的印度公开赛上 当时呢是这个高桥李华和松友梅佐记 21比18 21比18 战胜了对手 但是这场球也是打得很激烈 多拍很多 准备 3 4 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度挑战 确实也累了 这球是街外球 出街了 既然ros那通 KE products 包业 贡門 深夜 清炽 非常的耐心 机会不好还是以控制为主 这拍反击刷得很快 就每一分球都是需要很多拍 才会得分 这是扶完上子准备发球 这两队铝双的能力都很强 最重要的是他们打每一分都很耐心 不急不躁 一直在寻求落点的变化 凉贯得真快 这个球 松有梅佐记 这个个子高一点呢 这是油胡桃 个子矮一点呢 这是扶完上子 分队角 对了 下压一排 还是通过快速的出球 寻找机会 还是更紧密一些 是 不过快速的 不过快速的 是 不过快速的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就是尼斯双达也是非常强调力量和男性化的时候 就是王小李渔阳这一队 他们的这个进攻是相当犀利的 后场的进攻 当然现在中部队里面应该是 现在我觉得尼斯双已经不是到 就需要进攻 可更需要的是 就是耐心 还要一个有马拉松一样的体能 确实每一场都打得太长了 全是多拍 你想一两拍得分是很难的 对手也不给你机会 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好像最长的一个回合是90拍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播这个体育新闻 还没有进入直播 所以大家可能没看到那个回合 福万上子发球 他们的杀球啊 都是给的比较冲的 不是很深的球 因为他们的身高没有达到 可以打的这个点 所以他们还是以冲为主 然后打落点 出来点心 出来点心 嗯 消息所長 8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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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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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